要改哪里 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改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有没有 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另外一个开放资料连结就可以了 可能有同意说 老师为什么做出来结果不一样 主要的话就是会有 我看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画面分享一下 OK 主要就是说 你们如果要抓开放资料 你除了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复制资料之外 其实底下这边也可以复制资料 其实两边抓到的资料 好像还是会有一个时间差 好像上面的会比较新 下面会比较比较旧一点点 底下这个怎么抓 按右键其实也可以什么 复制连结也OK 当然除了可以抓CSV之外 也可以抓XM 可以抓Json 所以底下 所以其实我是用这个连结 如果你假设用按右键 复制连结 然后如果你贴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程式里面 贴的话 假设是贴 我如果改这个好了 台电这个 有没有 那如果是抓 就用CreditTable来抓的话 如果之前的比数是73801 如果用这个连结我看一下 是不是好像资料比较少一些 还是他资料没有那么新 他两个地方都可以抓 所以有时候我习惯 如果上面那个连结有时候发生错误 我有时候会抓下面那个连结 下面那个连结通常是比较不会出错 OK 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因为他上面那个连结 有的时候会把它当那个一个附加档 attach的方式丢资料给你 所以有时候你反而会抓不到 抓不到资料 反而这个 这个是少蛮多的 所以下面那个连结好像更新 只有更新到5万多笔 上面那个连结比较新 好啦 反正就是说 这个的话 就是刚好同学问 我就顺便 所以如果你要最新的还是要上面那个连结 我要砍坐自己一下 我们来抓一下 好 那如果抓完资料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当然我们就需要把它做一个枢纽分析的统计 比如说我想要统计 到底哪个县市 的这个用电量是大户 OK 最多 我希望把它用一个 一个图 一个视觉化的结果表现出来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OK 最好不要给我一大堆的data 我看的很累 OK 所以最好是怎么 直接第一个 先把资料扒取下来 所以扒资料的话 第一个 我们也许用 Quality Table 或者用XML HTTP OK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用 其他方式啦 不过我发现就是 如果你是比较新的版本 比如说用那个 现在2019里面提供的Power Query 所得到的那个程式码 你会发现里面的程式码真的比刚刚那两个方法实在是冗长太多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他用的物件又不一样了 他用的物件叫什么 叫Queries OK 那个Queries的物件 他基本上的话 他会先怎么样 他会先产生一个连线 OK 所以他是一个连线 连线之后呢 再利用底下 底下有一个叫做 这个List Object 所以等于是说啦 他先产生一个连线 再利用这个List Object 里面下一个语法 就是SQL语法 有没有 这边有个Slate 所有front这个table 所以有点像是 把它先 我不确定说他有没有真的把它抓 应该理论上已经把它抓到我们电脑的记忆 然后再利用那个List Object 下一个SQL语法 去把它全部取回来 所以感觉好像 这样是不是相对比较没效率啦 OK 不过这个是新的版本的做法 OK 那当然有各自的优缺点 我想之后如果遇到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讨论 那你想说那 刚刚介绍的这两个版本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假设你是用那个 XMLHDP 基本上呢 它的来源资料 基本上 只能够是UTU8 如果你假设你的编码方式 是像Big5的话 它一定是乱码 那你想说有没有办法解决 有办法解决 可是你要另外写一个 转码的一个function 相对起来好像比较麻烦一些些 可是如果你是用Creditable的话 我是觉得Creditable有个好处 就是说它直接可以修改这个参数 就可以解决那个编码方式的问题 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个Creditable 用起来其实相对是比较顺手的啦 另外的话呢 未来当然除了可以抓那个 网路资料之外 其实未来这个也可以抓网页 不过这个网页的话 它基本上主要是抓网页里面的Table OK 那如果你要抓Table以外的东西 那很抱歉 没有办法 OK 所以每一种爬虫都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资料爬下来了 爬下来之后呢 那请各位就是自己在这边 再插入一栏好了 插入一栏也就叫限式 那如果我今天要统计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我希望 作为一个枢纽分析 那这个枢纽分析就是想要知道什么 想要知道类似像云端上面 我这边好像已经有做好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哪个县市 它的这个用电量哪个是最大户 并且当然我比较想要知道 并不是说到底它耗电多少 我想要也许想要知道说 它的谁用的最多的百分比 因为那个数字几万度 几亿度对我来说 其实比较没有那个 因为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只是大概知道说 哪个县市用的最多 所以我会需要用到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当然了未来 如果你假设你需要做的报表 数量多的话 你想说老师那有没有办法 把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变成VBA 那我以后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跑个回圈 它就自动帮我把所有的报表 通通跑出来 那所有的图自动放在我希望放的位置 甚至可以像Power BI 一样 可以让它有一个像Dashboard 就是仪表板这样的一个呈现 那可不可行 当然绝对可行 OK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 反而Excel跟Power BI 比的话 我觉得至少有个优势 就是VBA 因为Power BI 我觉得它真的最大弱势就是 它没有写程式地方 它可以写公式 但是它没办法写程式 这个就有点问题 而且它那个公式又不是Excel相容的 它那个公式是叫Dax 又跟以前Excel的又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的话变成说 我觉得 这可能各位可以再了解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如果今天希望做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所以第一步 我需要在这边插入个现实栏位 OK 然后去查表 查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拿 刚刚已经正规化了 也许你就把刚刚的复制过来好了 OK 我把它复制到A A A欄这个地方 A到A B C欄 OK 那一样我把它改一个名称好了 Ctrl C 然后Ctrl Shift 向右向下 然后把这个范围呢 把它改 给它一个名称好了 贴上邮地区号 Enter一下 那以后这个范围 就叫做邮地区号 OK 那邮地区号呢 不过我好像这边是有重复到 我看一下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人 那这边是不是已经有一个 邮地区 这边已经有一个 我把它删掉了 不然它会重复到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我把这个邮地区号 正规化的结果 给它一个名称 然后Enter之后的话呢 这个名称就帮我加进来了 Ctrl C 然后A2 Ctrl Shift 向右向下 就选这个范围 然后呢 把它Ctrl V 贴上 Enter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理论上 在公式里面名称官员 就会有这个邮地区号的名称 就指的是这一个 那一样了 我们当然如果要把刚刚的那个线4 查出来的话 那一样用V的函数 查的话一定是查哪个邮地区号 那对照表F3 就是刚刚邮地区号的部分 然后它的第一栏一定是邮地区号 那我要抓第二栏 所以这边Color Index等于2 那比对方是等于0 就是找完全一样的 按确定 这样就把资料全部都通通都取回来了 那主要就是说 我们要统计的是这个线4 里面的所有用电量就是在这里 当月用电量 OK 不过这个数字有时候有点太大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 我发现网路上其实大半都是以万度 因为这个以度 它的那个资料实在是太庞大了 每一个都是 都是几千万度的 所以如果total下来 可能会太大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希望这个 资料太庞大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 这边再插入一个 也许就是在旁边插入一个栏位 那就是以万度为单位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希望旁边这个 那就是插入一个栏 然后这个栏的话就是名称就是 也许就是这一个除以万的结果 比如这个是以万度为单位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等于 这个资料 除以一万 OK 这样看起来数字会比较亲切一点 OK 好 那再来的话 那你如果小数点 你就增加一个小数点给它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插入 枢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它就帮我把它选起来 那其实这个地方 它枢纽分析的插入 它自动会把范围选起来 就有点像刚刚同学用到的叫Current Regio 这个Current Regio 就是你只要游标放在某一个 范围的某一个除尘格 它就自动帮你把这个范围带出来 那就是Current Regio OK 那理论上这个Current Regio 还蛮好用的 OK 但是少部分状况我以前遇过 就是它选奇怪都会选错误 我不确定是哪边有问题 OK 所以后来我比较保险的方式 还是先向右选再向下选 或者是左上到右下 这样可能比较保险一点 因为之前有遇过 所以顺便讲一下Current Regio 这Regio其实还蛮方便的 就是可以让你少写很多程式 OK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要分析的是 线4 它的用电 那我因为后来增加一个 叫万度的一个单位的 OK 那这样可以把 所有的那个用电状况 把它做出来 然后最后的话呢 把它排序一下 排序的话呢 就是游标放B4 然后资料里面 把它递到A一下 OK 那可以看出 那最后当然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这个 因为习惯上一定会千分位符号 然后小数点到第二位好了 所以把这个范围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呢 资料里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千分位符号 然后并且小数点的第二位 OK 这样的话 假设这样OK了 那我们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甚至如果说老师 假设我希望 这边又多一个栏位是百分比 因为目前是加总结果 我希望在这边再多一个栏位 是百分比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在这边再拖拉一个 这边不是一模一样 如果不要一模一样的话 你可以把下面这一个 把它再加一个值的栏位设定 然后值的显示方式 改成就是总计百分比 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 它这个就是百分比 那这个的话就加总结果 OK 所以这个的话等于 如果有这种需求 如果不要的话 就把这个再把它拖拉上来 放开 它就删掉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樞纽分析表 名称也许你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这个叫樞纽分析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樞纽分析表的部分 这个做完之后 当然就可以再做一个樞纽分析图 OK 待会再看 了